喂喂喂 鬼鬼祟祟到底在這裏做甚麼 不夠10秒 他就用硬物打爆一部私家車的車窗 納走車上一個背囊 然後急急逃去 這裏是慈雲山中心A座停車場的二樓 事發是星期一的晚上7時多 這裏身穿綠色上衣 短褲和拖鞋 身上掛有斜背袋 一副街坊衣著打扮的獨行刷 襯3號波懸掛期間犯案 35歲姓鄭的車主發現之後報警 他損失了背囊和車時等財物 總值約1100元 警方正在調查案件追緝刷人 有網民就形容刷人猖狂 又提醒大家 不要將值錢的個人物品 擺放在車上